胡海权老师为我们来做下一组推荐 我推荐的这组组合关键词叫国民热歌 从这个卡带CD到现在的这个互联网时代 那个热歌始终都有 但是它随着媒体的不同 其实也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 我作为一个现在在互联网世界 出浪的5G选手 很希望能够理解这个时代的热歌到底是什么 如何能够在理解和制造流行的过程中 依然保持自己对音乐最核心的敬畏 所以今天我推荐的两位 一位过去有过全民回忆的热歌作品 一位是在今天由火遍全网的热歌傍身 他们是《闲子》和《诗七叔》 我讨压作品 唱唐 station 作曲 serb��光队 一位 backed网顶 浓漠难占心事 恨也曾起相思 沉默有时 念想有时 谁却别相思 沉寂莫问天涯 也莫问归期 怎来何不容了解 情端知识 冷暖知知 情却别相思 沉寂莫问天涯 也莫问归期 怎来何不容 要解我心思路 是我想的太多 犹如飞儿破火 那么冲动 最后还有一盏烛火 任情梦 驱逐人 谁如果从我看过 尝尝尽心口的刺 不忘寻也如此 沉默有时 最后引你放肆 默默难占心事 汗也曾经相思 沉默有识 面相有识 心却别下次成绩 莫问天涯也莫问归期 不奈何不然了解 尽管只是能能自知 心却别下次成绩 莫问天涯也莫问归期 不奈何不然了解 我心思 心却别下次成绩 莫问天涯也莫问归期 不奈何不然了解 尽管只是冷暖至至 谁却别下次成绩 莫问天涯也莫问归期 不奈何不然了解 尽管只是冷暖至今 谁却别下次成绩 莫问天涯也莫问天涯也莫问归期 不奈何不然了解我心思 不奈何不然了解我心思 祝你 天涯也莫问天涯也莫问天涯也莫问归期 可能有关纸的 需要求美术也莫问地 这样的心思 是不是不一样 今天其实心情 稍微要稳定一点点 但是还是站上来 灯光一照我 心脏还是吐吐吐吐吐 心脏不吐吐吐吐吐 就麻烦了 也对 老师好 我是七叔叶哲昊 叶哲昊 因为从小就有一个舞台梦 梦想就是想登上一个 这么大的舞台 然后 乐爱音乐也是我自己 小时候的爱好 总有机会能登上 这么大的舞台 我感觉非常的好 她今天在台上 真的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们从昨天 今天都有彩排 但是今天在台上 她是流最多汗的一次 太乐了 今天那个 七叔是略显拘谨 希望多登上这样的舞台 就锤炼一下自己 对于这个 叫做Live现场表演的 那个感受 好的 听到贤字的声音 感觉是我的爷轻回了 我觉得有个女生 她声音可以那么的清亮 那么的甜美 今天终于听到了 而且唱功很不俗 让我觉得 谢谢老师 我一直都觉得 英雄不该问出处 你不管是学音乐的也好 还是你学什么 只要你热爱一个事情 你都有权利去做 但是呢 天赐的声音是一个 非常非常尊重音乐的舞台 在天赐的声音 这样一个舞台上 不应该把这么糟糕的作品拿上来 太差劲了这个作品 七叔 我真的很想鼓励你 因为你热爱音乐 但是我觉得 你听东西不够多 多听一些更好的东西 努力提升自己音乐审美 好的 你那首《踏山河》太火了 你随便刷一个短视频 都能刷出来 但是我告诉你 那样的作品它不是好作品 是一种妄想 你认为那种五声音间 那种堆砌起来的词枣 我要成仙 我要干嘛 我要统治河山 踏碎河山 那东西都是虚妄的 在这个舞台上 有出现了非常多的网络的红歌 那你会发现 那个只有三十秒的歌 来到天赐的舞台上来 它没有办法承载 是因为你不可能 三十秒不断地 repeat 好的音乐内容 有可能可以成为BGM 而BGM很难成为 一个更大的音乐 今天这个舞台的 两位歌者的碰撞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课题 可以去探寻 谢谢老师 就是今天 在场所有老师说的话 反正不会把我打垮 但是会推我往前走 我相信我们所有声音 在场团的声音 它不是打击 而是一种刺激 是希望我们可以变得更好 再次谢谢二位 现在我们有请上半场的四组音乐合伙人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接下来有请我们五位声音建设团的老师进行现场合议 推选出两位进入到我们的下半场 进入金曲争夺战产生两位名额 刘兮军 赵磊 恭喜二位 刘兮军将一个新的作品完全唱成了一首非常非常让人有记忆点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跟嗓音和演绎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赵磊作为年轻的一代偶像团体的歌手 你捍衛住了你的歌曲 谢谢 我们再叫恭喜刘兮军 恭喜赵磊 成为我们下半场最后一个席位 二位将会组成音乐合伙人的形式 来争夺天赐金曲 加油